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华裔学者谢克平设儿童色情案 大陪审团说没证据不起诉 11月28日上午就华人学者谢克平所设的儿童色情案 大陪审团作出决定没有证据不予起诉 谢克平曾就职于全美顶级癌症研究中心 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 是胃肠肿瘤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 今年初他开始现儿童色情以及间谍案两宗传闻 其影响震动中美两地 在搜查谢克平家时 警方共拿走88件不同的设备 包括手机、硬盘、U盘和各种类型的电脑 数据容量估计有40TB 检方称在这些设备中发现一些设计儿童色情的图片 由此发出了对谢克平的指控 谢克平曾表示 所有对我的指控都是实实的 包括儿童色情案和间谍案都是实实的 我期待美国的司法机关或司法系统能还我一个公道 我也非常感谢公众朋友对我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据细,专家团队对那些大多为支加盖大小的图片进行了技术检查 专家并不认为图片中的人物可以被证实是儿童 而且那些图片的最后一次浏览的时间已经是数年以前 谢克平的浏览记录与那种类型的文件并不一致 11月13日,该案在哈里斯县民事法庭首次过堂 谢克平的律师与检方人员进行了直接交流 谢克平没有在法庭上发言,并很快离开了法庭 他的律师梅斯表示 因为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谢克平正考虑对安德森癌症中心和德州大学休斯顿警方提起诉讼 据悉,谢克平和他的夫人都是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员 他们拿到了来自国家健康中心发放的高达1200万美元的研究奖金 通常情况下,虽然谢克平已经离开了癌症中心 但是这笔钱将会跟着他走 12月28日,大陪审团消息传来 此案没有证据,不予起诉 以上是莫子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看